皇上 奴才才出宫门 就见莲心正在寻找王公公 奴才便把莲心带了过来 令则齐太义也到了 正在给王公公搭卖 即刻便进来回禀 皇上 贵妃娘娘贤妃娘娘 王清是不是发了风冲撞了人了 你这样问 便是知道王清为何如此癫狂了 先不用行礼 告诉朕 王清是什么毛病 皇上 微臣已经给王公公搭卖了 她不是酒醉 是服食了过量的厄机苏丸所致 什么是厄机苏丸 此物是坊间的一种密钥 历来为宫中所尽 不知王公公是否从宫外所得 大胆 王清这种东西 你们俩必然是一伙的了 皇后娘你好心刺你们成亲 你竟然如此不真廉耻 皇上 奴才未保万全 去找莲心的时候 已经派人去王公公的武房搜查 奴才和齐太医先到外头候着 去吧 去吧 莲心 卸下已无旁人 你有话就直说 皇上 皇后娘娘本是好心 希望奴婢终身有靠 才将奴婢赐给王清做欺负 谁知王清连畜生都不如 每每吃了那样 便对奴婢肆意打骂领辱 王清这样 你为何不去找皇后娘娘替你做主 这样的事奴婢怎有脸对外人说去 更不敢误了皇后娘娘倾听 且有王清说过 只要奴婢敢对外吐露一个字 她便要让奴婢生不如死 皇上 王清无耻 辜负了皇上和皇后的恩典 那今日又是为何 今日王清不当值 她一回到我房就开始服药 皇上 奴婢在窗外见她这样 便吓得不敢回去 王清大约是 邀请发作又找不到奴婢 便发了狂跑出来 王清可恶 皇上 您得给臣妾做主啊 皇上 皇上 靳忠刚才去王公公房间搜查 搜查到一盒药丸 给其他一看 这事恶极素案 皇上 自从王公公娶亲以来 一直在奴才们面前 吹嘘娶妻之事 原来就是靠这种污秽的东西 皇上 请您一定要蒙住王清的嘴 不许她醒过来以后 说出污蔑臣妾的言语 臣妾在公公里 再也不想见到王清那个贱奴了 皇上 您一定要帮臣妾出这口恶气 出这份屈辱 李渔 叫人拿马河 堵住王清的嘴 打断她一条腿 把她赶出宫外 沦为乞丐 知道 皇上 皇上 好了 朕已经处置王清了 你就别再哭了 王清这个贱奴 死了都不足为过 您才打断她一条腿 明明也太便宜她了吧 贵妃 你今夜也收惊了 早点歇息吧 皇上 下去吧 是 皇上 此事王清是重罪 莲心只是无辜受害 还请皇上看在莲心 伺候皇后娘娘多年的份上 不要责怪莲心 先起来吧 朕呢 不会责罢莲心的 莲心 朕今日 就取笑你和王清的婚配 若你想出宫 去探望家人 朕也准了 奴婢离宫后 家中弟妹无所依靠 日子也不好过 奴婢情愿留在长春宫伺候 你倒不怪皇后 皇后娘娘哪里知道 王清是这样的人 奴婢不怪皇后娘娘 也好 下去吧 皇上 奴婢还有一事 说 奴婢知道 关于玫瑰人生子的流言 的确不是贤妃娘娘传出 而是那日王清两了 差事喝了黄汤 最后胡说出来的 只是奴婢从前 深受王清之苦 家人弟妹也被要挟 所以一直不敢说出来 亲皇上恕罪 娘娘恕罪 你说的话当真 千诚万全 先非娘娘恕罪 先非娘娘恕罪 娘娘恕罪 是王清 那为什么宫人说 是在颜禧宫附近 传出来的 严禧宫是王清回武房的必经之路 她那日喝醉了 躺在严禧宫外的涌道边 满口胡说 是奴婢把她拖回去的 正因为如此 被旁人听见 就以为是严禧宫传出的流言 王清久醒后知道自己胡言 便赖在了严禧宫 赖在了贤妃娘娘头上 你说的话都是真的 奴婢不敢妄言 此时知道的人不多 皇上皇后娘娘自然不会告知奴婢 奴婢与颜禧宫也肃无往来 若不是王清胡说让奴婢知道 还会有谁说与奴婢 于 奴婢在 王清口中的麻盒 至此不能拿下 要他以后 不许再胡言乱语 皇上 不是丈则 大端一条腿吗 至此是 让宫里面的太监 全部结合到慎行司 看着王清醒 看看还有哪个 不知死活的家伙 敢汇乱后宫 这 你这傻子 明明不是你 还愿意把自己 关在严禧宫里 朕很是心疼 皇上不用心疼 为了不让皇上 在后宫左右为难 也因为皇上 一直顾全着臣妾的周全 就算再多的流言 臣妾也愿意忍受 朕从未真的怀疑过你 你我的亲色之情 后宫主人 谁都无法比拟 委屈你了 今夜繁星璀璨 甚是好看 这江南的山水 也就是朕 最向往的地方 等到将来 朕带你去看 柔蓝胡绿 枢雨桃花 朕喜欢的地方 一定会有你 只要你和皇上在一起 去到哪儿都是人间神间 打死你 打死你这个 没有良心弄他 本宫平常对你们不好吗 昨天晚上 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来着 她 她是 她是副主管 奴才也不敢呢 都是奴才的错 你打死奴才吧 她是副主管 这帮没有良心的人 你们以后 你们以后 你们以后让我 这么有颜面去见皇上 这么有颜面去见皇上 一群无用的东西 都给本宫滚 滚啊 滚啊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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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